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SIXNICKERS的克拉拉小姐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评测这一双 两双乔11的时候到了 那今年呢是发了一个我觉得乔11当中最OG的配色 黑红配色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去年评测Concord的内容还历历在目 然后也不知道在看视频的你有没有从去年就开始关注我们SIXNICKERS channel的 请在屏幕里面扣个1我看看 如果你扣了1的话呢 恭喜你,你被封为了SIXNICKERS老粉的称号 就是这么长久以来支持啊真的是非常感谢 你还在坚持看视频 但是我已经快要播不下去了 我太难了 观察比较仔细的小伙伴呢会发现这里有两个鞋盒 其中一个呢就是 我觉得今年后半年性价比现在非常高的一双彩蛋 另外呢就是从鞋盒上就可以看出来的CLOT 这一双呢是蓝丝绸 是昨天在加拿大刚刚补货的 虽然呢我也没有拿到 那视频的后半部分呢会对这两双鞋进行一个快速的开箱 现在呢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一个主角啊 黑红十一 来 先走一个B-roll 首先呢我们来对这双鞋进行一年一度的开箱环节 在最上面呢是这个介绍乔十一的一张卡纸 除此以外呢就是这个轻薄透气的防尘纸 虽然长得有点像垃圾袋哈 那除此以外呢就是这个 哇 so shiny的 乔十一黑红 嗯 那在正式进入这双鞋的细节评测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双鞋的鞋盒 它实际上是和96年的鞋盒是一样的 就跟乔十二的鞋盒一样 那对于乔十一来说呢 它实际上没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鞋盒 而去年出的这双concour呢 是和当年乔十同样的一个鞋盒 两个鞋盒相比而言呢 这个concour鞋盒啊 虽然说看上去好看 但是呢它没有那么的硬挺 比如说我们去年一直把其他的鞋盒 垒在上面呢 这个整个鞋盖就已经有点凹陷了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呢 就是这个鞋盒 它实际上全身是没有任何 Air Jordan的logo的 铜鞋呢这一次比较走心啊 用的也是同样的一个鞋盒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一次是乔十一黑红的第五次复刻 据说呢它的货量是非常的大 有两百万双 那去年的话呢 concour的也就一百万双哈 当时已经是打破了当日的一个球鞋销量的总额 那这一次呢 估计又是再一次打破了 像国内大部分人接触的这双鞋呢 是在一二年的时候第四次复刻 那当时呢真的是非常火爆啊 像Sam小哥哥他在15年的时候想要买这双鞋 但是在eBay上买了四五次 发过来的全都是假鞋 那在国内来讲的话 现在主地均大概都是90后和00后 但是呢因为这双鞋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 所以说很多80后可能已经退了鞋圈 然后又已经组成家庭的这些人 又开始买这双鞋 对于国外而言呢 除了80后90后00后以外呢 我在这个抽签的时候 又看到了很多大叔大妈对吧 可能是70后的 当年真的是跟乔丹同一个年龄的人 他们看了乔丹的打球 也会识别到这双鞋 所以很多人呢 是加入了这双鞋的购买大军 就像这双卡片上鞋呢 It's gotta be true 这双鞋呢 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历史的经典啊 就是在当年1996年的时候 迈克尔乔丹带领着芝加哥公牛队赢得总冠军 并且呢 也开启了之后的三连冠 当年迈克尔乔丹自己呢 也被选为了常规赛季后赛以及全明星的MVP 作为三双乔11的OG配色中唯一一双黑红配色呢 它也真的是能够代表芝加哥公牛队 它的大漆皮呢也非常有识别度 所以很多人就是把这双鞋作为心目中一个历史的经典 同时呢迈克尔乔丹和设计师Tinker Hatfield呢 也是个人表示就最喜欢这双鞋 这也是这双鞋销量非常高 很多人都说It's gotta be the shoe的原因 这三个配色呢 就是96年时候发售的OG配色 分别呢是常规赛季后赛 以及全明星它上脚的三双鞋 这个Cancord是去年发售的 这个呢肯定是今年发的 另外呢像小漆皮是14年的时候发售的这双Legend Blue 那大家所熟知的Space Jam呢 就是空中大灌篮 实际上是它当年上脚 但是在96年并没有市售的一个版本 相比于乔一乔三乔四啊 它的乔11的配色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那乔一乔三乔四对于芝加哥公牛队 它至少有黑红以及白红两个配色 而对于乔11来说它只有这个黑红 主要原因呢我觉得还是乔11的设计比较简单一点 它只有一层两层以及三层 说到细节方面呢 这双鞋主要就是以一个环形为主啊 大家就是会看到这个非常亮眼的大漆皮 就是以中心 然后做了一个圆弧的这种感觉 那这个和后来97年的时候发售的这个Air Max 97呢 实际上在设计语言上面是非常相似的 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大漆皮的设计 那很多人呢是觉得这个大漆皮显得它太这个chunky了 所以说不是特别的喜欢 但是我个人来讲我还是觉得 从这个正面的角度来说 跟这个小漆皮看上去 差别不是非常大 但是呢从一个别人看你穿鞋的角度来说呢 就是如果大漆皮的话会更加好看一些 个人感觉 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弹幕里告诉我 你觉得如果大漆皮比较好看 你可以扣1 如果你觉得小漆皮比较好看 你可以扣2 这双鞋的漆皮除了大漆皮以外呢 还有这个cut的部分 就是这个白边也是还原了当年OG的一个造型 除此以外呢 如果你关注一二年的那一次复刻 你就会记得当时假鞋非常多 然后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小揪揪的就是假鞋 而现在呢就是还原了当年OG 就是这边呢有了一个小揪揪 小揪揪 那鞋底的碳板呢 某Question说它不像是一个真的碳板 但我个人认为来讲就是 它应该是碳板就是这个材料不是很好 但是碳板男鞋还是用的这个碳板 而女鞋呢就比较low一点 它的碳板的样子呢 就跟这个当年14年复刻Legend Blue比较像 在2012年的时候 实际上复刻的时候是银黑的版本 但是很多假鞋呢 是用了一个塑料的白黑 另外有一点呢 就是这双鞋唯一一个没有还原85年呢 就是这个鞋衬 但是呢大家都觉得很好的吧 这个还是用了塑料的一个材质 那这个Jumpman logo呢 也是一个反的 就是跟原年的是相同的 去年的Concour呢 也是一样是反的 但我们手上的这双14年的 因为是小漆皮嘛 所以它是一个正的Jumpman logo 做工方面 虽然说去年很多人说 国内的这个Concour做工是一塌糊涂 但是呢 在我们多多这边 我感觉整体做工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今年的这双黑红呢 也是保持了去年的一个做工水平 生产了200万双哈 这个质量还是可以的 这个铜鞋外还是 这个相对来说 做工还是比较刺的 一个呢 它没有用大漆皮 用的是个小漆皮 那去年呢 我在Concour评测视频已经说了 就是我希望这个乔丹 能够出一个女鞋的版本 虽然说我在StarkX以及读上 看到的好像是有女鞋 但是多伦多这边呢 只有铜鞋 就是没有大漆皮 然后鞋型也不够OG 比较修长一些 那如果在看视频呢 你知道怎么样 有什么途径去获得女鞋的话 请在弹幕里告诉我 刚刚我观察了一下 这双Concour呢 这个水晶底已经泛黄了 那我还是黑红吧 下面一位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虽然不是OG 但是呢 已经复刻了三次的DUNK 这双Voytech 那第一次呢它是在日本的时候复刻的 第二次呢是13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复刻 那这一次呢是第三次 它的发售价呢是165加币 二级市场的价格呢也就是加个二三十刀 所以说现在入手呢是非常合适的 虽然说这双DUNK呢已经复刻了三次了 但是呢它跟SB相比 就是它不是一双SB 整体来说SB是一般不会复刻的 在鞋型上面它会显得更加的纤细 并且呢它的这个整体的厚度不像SB这么厚 另外呢在买鞋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买一个truth size 像SB呢大家一般会买大半码到一码左右 但这双呢比如说Sam小哥哥 他平时SB穿10.5 这双呢他就会买十码 另外呢鞋头部分非SB的DUNK呢会更加翘一些 并且呢没有这个像SB常有的这个Zoom汽垫 就是一双非常简单经典 而且二级市场价格呢就是乔一原价的一双DUNK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最近想要入手DUNK的话呢 可以考虑一下这一双 相应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近非常火热的蓝丝绸 喜欢一双鞋子不是看它网络上那个鞋值多少钱 而是对你来说这双鞋它帅吗 酷吗 配你拥有的衣服吗 那今年呢出了三双 蓝丝绸、黑丝绸以及乔伊妹的这个白丝绸 一下子把成冠鞋这个丝绸系列呢又炒高了 这一次呢我们是没有拿到这双鞋 是朋友拿到的 在加拿大这边呢是正好HAVEN重新补货了 货量在多伦多这边是80双到100双左右 而且当天排队的人呢是非常的多 这双鞋呢做工来说是非常好的 前面上呢是丝绸的一个材质 鞋的内衬部分呢是一个比较好的皮质 那做工上面是比乔伊妹的要好一些啊 那双乔伊妹的我在乔丹店里看见了 就是像前面已经有一些褶皱了 那这双呢整体感觉是材料比较厚实的 另外呢像Air Force One上面这个Travis Scott一样 他的鞋底用了一个GUM的鞋底 但是呢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个GUM鞋底和蓝色的丝绸部分 实际上不太搭 你觉得呢 另外呢这个就是整体的二级市场价格是非常高 我看这两天好像到4000块钱左右了 到5000了 整个鞋面以及鞋纸和鞋盒呢肯定很多人都评测过了 就是带有中国那种非常有象征意的印花 那我就不赘述了 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SixNickers channel的话呢 一定要点击关注 之后呢会推出更多有关注的潮流方面的review 以及加拿大小的vlog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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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